驚嚇海域衝突升溫之際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炎率团 再度访中第一站就是中国厦门 我想我们这次去并没有计划 和中国大陆中央的官员见面 可是如果见到面 我们是克随主便 强调访中七天克随主便 但要见哪些中国官员都还说不准 陆委会已先踩稳立场 要夏立炎跟中国传话 搬传事件尊重台湾司法 我想这法治这两个字就代表了一切 当然我们有机会 就会把我们自当的立场找出来 那中国国民党的确是有 这样一个对话的管道 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 跟他们坐下来谈 这是很 我觉得对于两岸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 中国国民党今天 也不是一个执政党 我们也没有被政府授权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 也没有这个立场去谈判 两岸寝室温夏立炎平平仿中 也被律委质疑该不会要配合 中共大外宣 我们当然没有 我们对于中华民国的主权 对于中华民国的这个 治权的这个范围 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过去我们执政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化解两岸僵局 前一天民进党中国事务部 主任吴俊志 邀请中国学者视讯民共对话 松口台独党纲以示历史文件 不必宣布台独 被视为改善两岸冲突第一步 只要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们也希望说 跟中国有对谈的机会 民进党跟中国共产党的接触 从我们的角度看 对两岸我们都是欢迎的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 民进党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惊吓海域冲突成了 蓝绿两岸政策角力场 静新闻鹏宇宙时龙场报导